欢迎收看聚焦360度 我是高文英 台湾有很多很帅的牧师 而今天这位牧师呢 很年轻 35岁 很帅 帅到不行 他有少女杀手的称号 他是印尼人 但是他非常非常的爱台湾 菲利牧师 欢迎菲利牧师 欢迎你来 平安 平安 很高兴见到你 上一次我看到牧师的时候 我是在步道会当中看到牧师的 那时候我看到台下都在 真的吗 都在尖叫 牧师你是少女杀手的称号 真的 哪里 不敢当 对了 我要先跟观众朋友讲一下 牧师是印尼人 是印尼人 可是印尼华侨 但你中文讲的 非常非常的好 多多持教 你是怎么学中文的 我是小时候有来台湾读过书 这是一年半的时候 一年级的时候在板桥 后部国小 只学 不不不不不不 只学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 就是 然后我就回去印尼 我是来台湾是看病的 所以回去印尼之后 就从来没有用过国语 但是三年前我来台湾的时候 就有成给我一个很大的负担 因为台湾人大的负担 我看台湾人是很特别的百姓 那天开始就神给我一个恩典 可以勇敢地讲出来 不得了 印尼人 来台湾传播爱 35岁 这么年轻 而且很帅很帅 所以你学中文的经过 整个学中文你刚刚讲是三年前 那时候来到台湾的时候 对中文的这个记忆跟印象 都全部再回来了吗 这也是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 对 那时候崇拜的时候 我就是还没有上台来讲道的时候 是用英文讲道 可是我在下面跟大家敬拜 跟会友 跟他们会友敬拜的时候 我就很想很渴慕地 能够跟他们一起敬拜 可是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 我看不懂那个字 我就跟神说 神啊 你给我一个恩典好不好 我可以去读那个字 我就可以敬拜你 跟大家一起敬拜 那时候我就可以念国语一点点 这个是你等于是把中文 再抓回来的这个经过 对 牧师你让十万人信主 那个时候牧师在布道大会上 那一次也就是今年初 我们来看画面 那个时候的画面 有许多人在台下 都被感动了 我们来看 我就开始学习教会 在唱了一些的诗歌 我的生命完全地改变 我每一天开始就跟神祷告的时间 然后有一天 那我在祷告的时候 然后呢我就一个人在房间的里面 我就唱我上个礼拜 在教会里面学到的歌 祝你来 带着你的大能来 温柔的方式在我生命里面 好 我们看到这一段 当下许多人都感动了 当然那个时候在做翻译的 周勋正牧师当时也在现场 牧师那个时候 我们知道其实你的成长背景 就是你在加拿大念过书 曾经有一段岁月是荒唐的 我从小 虽然我爸爸妈妈那么疼我 可是他们还没有信主 所以我完全不了解 这个无条件的神 无条件的爱 我也是不能 不是很 我就是如果人家会得罪我 我就不会那么 不会饶恕他 我也不太喜欢我自己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好像感觉到我自己不好 我自己长得不好 我自己不 我人不聪明 所以我不喜欢这个生活 我的心里是空的 没有爱的 所以我变成一个很 很不容易爱人的一个人 所以如果有人 我就是从那天开始 如果有人得罪 我就跟他们打架 打了越来越糟 曾经还有一段时间 是你非常的低潮 而且你自杀 就是亲生过三次 三次 我想自杀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生命的目标是什么 尤其如果在我的生命 有很大的问题的话 我没有找到那个答案 我不知道要 我直接要相信谁 相信什么人 我看了 我就是感觉到 好像在这个 很闷的那个感觉 好像我自己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在乎 没有人在乎我 就是没有 然后我自己好像是 在这个世界上 只是一个人 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没有 就是别的只是 跟我无关的 所以那时我就说 因为如果生命没有目标 没有目的的话 为什么我要活下去 那我就想自杀 自杀好像比较好吧 那是我的以前的想法 两次都不成功 可是第三次 我真的 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 没有人在家 我把门全部都锁了 然后只是一件事 我忘记拔掉那个电话 就是电话先忘了吧 对 然后我要自杀的时候 就是电话就响 那是我师母就 那是我师母打给我 师母打来的 我师母 那她说 你好吗 你在做什么 没有 我在 我没有 我只是在放松 然后我在休息 可是我拿着一个刀 然后她就跟我说 师母就跟我说 我很想给你看一本书 我想借给你一本书 那个是关于地狱 人家的见证 然后我说 哇 这么巧 然后那天我就 不成功之差 差一点 我已经死了 差一点 差一点就死了 差一点你已经死了 对 还好是在电话线里 忘了拔掉 我相信是神 去感动 我师母去打电话给我 去救了我一命 保留那个电话线 对 让师母打电话进来 然后传福音 对 那时候开始之后的 菲利牧师 整个人已经完全改观了 而且你救了十万个人了 可以这样讲吗 耶稣是我的救命恩人 真的 祂给我一个 祂给我一个机会 来改过 我知道我会改过 不是因为我 我人很好 我人非常不好 以前非常不好 可是当我开始认识 神的爱的时候 从里面得到改变 我还记得有一天 大概两个礼拜之后 要自杀 那个不成功自杀的 那个之后 我就去教堂 在教堂就是有一位 有位牧师就开始 我们的牧师就开始讲道 说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 这是耶稣可以满足我们这个心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是很没有 就是空的心 这是耶稣 耶稣可以满足 那我就在下面就不相信 不相信 然后他做护照的时候 讲完道 做护照的时候 我就要去 我就要出去了 我要离开了 我受不了了 真的 那时候我真的根本都不爱神 也不爱人 我这个心真的是很冷 没有那个跟 没有爱 所以我出来的时候 我要出去的时候 我就听见一个人跟我说话 在我的耳朵说话 很清楚的说话 是可以听了声音跟我说 你今天如果没有得到得救 你永远就不会得到得救 我吓了一大跳 说谁跟我说话 我看左右都没有人跟我说话 他们都在敬拜 他们在唱歌 我就知道那一天 神跟我说话 耶稣是一个复活的神 他跟我说话 我就跑去前面 跑去台前 那时候我就看见那个光 这个光是从哪里来的 我又看又看左右 突然我就看不见我的朋友 也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了 听不见那个音乐的声音 他们敬拜的声音 我还是站着在那个地方 那光后面 那个声音又在跟我说话 说我是耶稣 我爱你 我感觉到很脏 我说耶稣 你真的是一个活的神 你可以跟我说话 我好脏 我真的不配得你 我不配得你 让我死了 为你死也好了 反正让我死 我这个事好像是一个垃圾 不配得你 然后那个声音就最后一次跟我说 不 你为我而活 从那天开始 我知道我的那个罪就被洗净了 有一个启示发生在我的心里面 我的改变是从里面来的 那天我就认识了